HitFM联播网 HitFM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非常的欢迎来到 Hey Miss DJ节目的访问现场 我就是Miss DJ Elsa 今天非常的开心 可以碰到正解正义 Elsa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自己听到这一句都心惊惊 因为想想看 这也是三十多年前录的 真的是跟歌坛打招呼的 很重要的一句 对对对 因为到现在 它还是变成一个招牌 是 就是每一次在很多的演唱会里面 我常常是唱第一个开场 就是乐琴这首歌 然后人还没有出现 声音先到 对 而且一定就会是轻唱的 对对对 这都是轻唱的 然后大家真的就是屏息以待 还好还好 这句不长 不然要屏息太久 非常的开心 可以碰到的正解 因为其实从正解正义的音乐 真的给了我非常多的养分 而且 谢谢谢谢 正解的这个广播节目 真的也是让我学习到了非常非常多 是哪里哪里 对 客气了 其实现在那个我已经呢 隐退多年 对不对 广播节目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再触碰 但是现在还是会常常产生一种职业病 我前不久才去上那个电视节目 就是就爱风音乐 也是黄小虎跟林俊逸主持的节目 就我们三个一坐下来 他们说正义姐好 我就说两位特别来宾好 我懂我懂 然后你知道当场我想我在讲什么呀 天哪 我懂我懂 对然后导播还不喊咖 因为这就是一个做节目做久的一个职业病 就是在协议里面了 对不对 虽然你已经离开了这么久 可是你回到了这个状态的时候 你就一下子自己的角色有点错乱 对对对 就突然变主人了这样子 对对对 好那今天呢碰到了正姐呢 主要当然是要跟大家就是强调 就是11月16号 终于可以在这个大型的场地当中 听到了这个正姐的演唱会 对对 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办了一个小场的 是在Legacy只有600人的位置 其实这个场地也蛮不错的 因为你可以跟歌迷真的非常非常近距离的面对面 就是回到了民歌时期那样子 对对对 很少很小众的 靠得很近很近 学生的这个脸孔啊 真的很近很近的看得到 不过呢现在的状态改变就是看到中年的面孔在下面 带着少年人的神情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大家一听到以前的自己年轻时候的歌曲 我觉得那个好像一下子就回到了年少时代 是就会回到那样民歌时期 不只是歌手 我觉得歌迷也是一样 我们常常在譬如说我们在小巨蛋的演唱会 就是看到全场啊 大家全部站起来又唱又跳 但是实际上好像都已经是年过50的人了 所以这个画面是非常有趣的 除了呢跟大家带来这个好消息 就是11月16号的时候 郑姐就举办了她的《记得想飞》的演唱会 是比较大型的 对然后其实也在这个时候呢 带来了她的新歌 就是《记得》这首新歌 我们待会会听到 好 对好 当然我们要从这个《月琴》这首歌开始来听起 因为这首歌曲真的就是开启了我很多的眼界 然后尤其也是从这首歌曲认识到了 哇竟然有人有这么清亮的嗓音 好 那个时候年少轻狂嘛 好 然后还有就是这首歌曲当然非常重要 就是介绍了这个陈达的音乐世界给我们认识 对 不想得从这一首歌曲 因为其实郑姐的歌曲是叫做《记得》嘛 对 好 所以我们现在要听到很多的这郑姐的代表歌曲的时候 可能都要请你回想一下说 从这首歌曲勾起你什么样子的一些印象啦 记忆啊等等的 那所以从《月琴》这首歌曲呢 《月琴》这首歌呢 当时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大概只有十九二十岁的年纪 真的很年轻 然后涉事卫生还是大学生 当时是因为我们参加金玉奖的比赛 所以那个时候流行校园名歌 很多的歌手都是学生歌手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社会经验 没有人生体验 甚至连谈过恋爱都还没有 所以你要去诠释那种感情的歌 很深刻的歌真的很难 所以这首歌对我来讲我觉得在那个年纪是用声音在唱 就是完全就是靠自己的声音来标这些高音 其实《月琴》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岁月 现在我在唱这首歌手 我每唱一次我会觉得我自己都会深受感动 是因为我觉得我会想到说成达的一个背景 一个文化的意义 然后有一些很深刻的情感 那也因为自己有这个人生体验之后 我觉得很能够明白这首歌要诠释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现在来唱的时候 跟年轻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 年轻的时候你觉得声音非常清亮 听到是这个部分 年纪比较稍长之后 你听到的是人生的体会 尤其像这首歌曲带领我们就是体会到了 就是乐琴这个乐器 这个乐器 它知美 我不晓得当时你在唱 正你唱完了这首歌曲的时候 有很好奇想要去学乐琴吗 其实没有 因为那首完全就真的就是一首创作的歌曲 给我唱 然后在那个年代里面 其实大部分的音乐都是偏西洋音乐的编曲居多 没有什么中国乐器的东西 你会发现到了譬如像周杰伦之后 大家很多就会把中国的编曲放进了我们西洋的音乐 可是我们在当时乐琴这首歌的年代里面 没有中国配乐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独树一格的一首歌曲 然后因为当时我们的制作人李国强 他是学国乐出身的 所以当他当时在制作很多其他的名歌的专辑的时候 他可能都很苦于 就是说没有机会发挥自己所长 所以碰到乐琴的时候 终于 对简直就卯足了全力 然后又觉得说我要把这首歌编得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觉得他成功的原因是有很多的因素 就每一个故事 每一首歌的故事 其实都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事情 对 好 那1981年这首歌曲真的是让华语乐坛 就是完全是耳目一新的一首歌曲 马上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正宜的乐琴 经过了乐琴 经过了微风往事 就正宜是在1983年的时候 推出了这张专辑 这张专辑真的也是 里面真的好多首歌曲我都会跟着唱 以前的歌了不起的地方就在这里 大家都会跟着唱 是是是 那这首歌曲就是小语来的正是时候 刚好也是 郑姐你在你刚刚说说去年的时候 你就小事身手了 然后办了一个演唱会 对对对 她的演唱会当时的定名 其实就是切着这首歌曲来的 对对就是正宜来的正是时候 我告诉你还有很有趣的事情 小语来的正是时候 当时在推出的时候我拿了13周的排行榜的冠军 然后台北市也下了三个月的鱼 哇就一直下个不停 就是不停 然后你就听到经过唱片行都在放小语来这时候 然后走出来外面都在下大鱼 然后我去年呢是这个 我回重回歌坛办的第一场个人演唱会 正宜来的正是时候 当时下午下了一场青盆大鱼 然后我们整个那个Legacy华山 全部淹大水 然后所以已经淹进了舞台了 你知道吗 就看到说工作人员在淹水 你知道吗 对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歌真的是魔力不小 我要问一问小虫 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 叫魔力十足的歌 雨神来了雨神来了 不要怪小虫老师 可能真的是正宜姐 就是你的这个声音的魔力 我觉得很神奇 像我去东南亚演唱 平常都很少下雨 我去的时候都下 所以我希望啦 希望他真的不要这么灵 对有的时候 如果说是那个缺水的地方 多去点 对对对 可能就需要这个正宜的这首歌曲的魔力 但是没关系 下雨就好 不要下到淹水 好那当然这一首歌曲 还有这张专辑的整个的灌录 就是可能也要请正宜姐来回忆一下 就是你想到了什么 你记得了什么 其实我告诉你 人生很多的事情 就某一些重要的关键的时候 你永远都会记得很清楚 小雨来这时候 当时我们请了好多位的制作人 然后都不成功 也不知道为什么 有些奇奇怪怪的理由 然后那时候我心想说 也不要出片了啦 我就去美国读书好了 我就跟我的企划这样讲 然后我企划呢 是杨佳 他就是欠而不舍 他说正宜你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 那你就去读书好了 就当时找的制作人就是李宗盛 所以这是李宗盛的第一张制作的专辑 然后是小虫第一首发表的处女作 加上正宜第一张个人专辑 哇好多的第一 但是这一张专辑里面 完全就是日后的大将都在里面了 对其实有很多 我们也没有想象到 我们只是在选歌的时候 我们觉得说 哎这个歌很好听很适合 那当时他们想到全部都是新人 所以我们用一个新的做法 就是每一首歌 大概找了100首歌 大概有找100首歌 然后这100首歌就全部进录音室 然后用吉他弹唱 我去唱一遍 然后唱完之后 我们这100首歌出来挑 挑10首 所以正宜你当时为了这一张的首张的专辑 其实是进了录音室 你有录了100首歌 对就是简单的吉他自弹 因为有很多的歌 你听到别人唱的demo 其实如果是主唱人唱 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你并不知道 所以只有这个方法可以测试的出来 虽然是土法练纲 可是其实真的很有效 因为你等于是在100首歌里面挑10首 是 对 所以这10首歌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 整张专辑好像都很好听 因为他已经是精华中的精华了 对没错 对对对 你知道80年代的这个经典专辑 就是这样淬炼出来的 所以这样子的13首冠军 绝对不是偶然 其实我们后来唱片公司有开会讨论过 真的想不出来为什么 但是经过了 就是好听嘛 不用想那么多 就是为什么这张专辑会这样子受欢迎 因为他在第二个礼拜就冲上了排行榜的冠军 第二个礼拜 一个以新人来讲 全部都是新人对不对 然后后来我在近几年遇到一些音乐界的大师们 比如编曲大师啊 或者是制作大师 他们告诉我说在当年小雨来的正时候 这张专辑是一个流行音乐的分水里 就在之前明歌 校园明歌是非常云淡风轻的 故事人间烟火 清新清新 对很清新 然后突然进入了好像人世间一样 对不对 呼呼这一杯酒淡淡的没有滋味 就失恋 淋雨 然后就是从一个清纯的小孩长大了 所以是不是说在音乐的世界里面 因为在这张专辑里面 也做了很多的新的尝试 是在以前的专辑里面 不曾出现的音乐的形态 所以它在音乐上面是一个分水里 是一个转型的时候 那个转型的年代就是1983年 马上要听到这首歌 就来自于正宜的 小雨来的正式时候 继续和郑姐正宜来聊 即将在今年11月16号要登场的 就是大型演唱会终于来了 就是记得想飞这场演唱会 所以我们在这场演唱会当中 我们当然会听到很多的很经典的歌曲 当然还有在今年发表的新歌记得 所以在今天的Hey Miss DJ节目当中 奥莎就要来回忆一下 哇这是很棒的一些的 这正宜的一个经典歌曲 所以我现在看着一个歌迷的神情 是这样子啊 对啊 为什么我觉得我怎么会看歌迷的神情 就是他突然回到18岁的那种感觉 就对了 那个眼神就东跳出来了 对 因为真的小雨来的正式时候 这张专辑我听得非常非常的熟 然后从那一张专辑开始的时候 就是跟着就是郑姐的音乐这样子 还有就是跟着你的广播节目 好那在小雨来的正式时候的 这一张专辑当中 就是有一首非常特别的男女对唱曲 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很多人 可是进KTV里面 想要去找家去征服的 对是不太好唱 非常难唱 非常难唱 女生 我觉得女生你就算了 我要找到一个会唱的男生更难 对我们来讲 真的是 对 所以就是李宗盛老师 就是就是 我也是非常服了你 他当年也是拼了 没有关系 真的吗 没有结束这个歌真的很奇怪 因为他本来不是男女对唱 有一次被谁发现了 林俊逸 他说你这个歌原来不是男女对唱 对不对 我说对 你怎么知道 他说因为那个写歌的那个感觉 不是写男女对唱 你可以听得到结束这个歌 就是前面女生唱第一遍 然后男生唱的时候有转调 转到男生的调 然后再转回女生的调的时候 男生才飙高音 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合理的歌曲的形态 我以为他是 我以为那个是 李宗盛老师 他故意要挑战自己的 你知道边去啊 歇去的技巧啊 因为他其实本来就是 一个男女对唱 就是男生唱一遍 女生唱一遍 男生唱一遍 然后可能是回到女生唱 就发现光是女生唱 好像不好听 所以又把男生加进去 就男生才会被逼着 去标那个高音 所以他本来的设计并不是男女对唱 只是我们当时我们的 我们这个专辑的企划 会觉得说 如果有一首男女对唱在里面 是不错的 是 是很有特色的 刚刚最近你讲的企划就是杨佳 对杨佳 他也是这样想的 对他觉得 我不晓得 因为他听很多的西洋歌曲 可能他会觉得一张这个 个人的专辑里面 如果有一首男女对唱 其实很跳 他的想法是对的 但是在结束这首歌声上 就变得男生很难唱 所以我在近几年 就是有演唱会的时候 就跟很多不同的男生 就在没有开始的状态之下 就直接结束 了解 对对对 我了解 难怪这首歌曲 其实我会想到 就是当年就是很红的那个电影 军官与绅士的主题曲 Up Where We Belong 原来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是杨佳 他所提出来这样子的一个idea 对 好 所以呢 接下来就是郑姐的另外一张专 就是1984年的 就是去把我的爱的这张专辑当中 今天我们不会听到去把我的爱 好 但是我要从这张专辑当中 要听的就是原浅 然后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一首歌曲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喜欢这首歌 我从那个时候 我就很喜欢这首歌 然后我那个时候 其实完全还不懂 什么叫做原浅的这一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 这件事情好像会在 我的生命里面发生 所以我就有特别记得 在我们的年少时代 我不懂什么叫做什么 我们从不怎么样 所以我们并非无缘 因为大部分人都是觉得说 我们分手是因为个性不合 对 所以你如果说你 尤其是碰到明星 结婚又离婚 你们为什么要离婚呢 我们个性不合 是 这都变成一个理由 其实原浅这首歌里面 就有讲到就是说 我们并不会因为这些 大家世俗的理由 说我们是因为这样而分手 所以其实在我们年少 十几二十岁的时代 你真的不懂 什么叫做原浅 对 我们不懂什么叫做 我们不是无缘 我们只是原浅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这句话 我不是很懂 可是我总觉得 好像会在我的 生命岁月当中的某一刻 我会突然懂 发生了吗 发生了 就是大概两年前 非常了解 所以你看嘛 这个歌 为什么我唱的歌 都要等到二十年以后 才能懂呢 对 好 我相信有很多人 可能在今年十一月十六号 踏进这个 郑杰的演唱会的时候 应该会有很多歌曲 就是说 你也懂了 小时候啊 我不知道 我只是觉得旋律很好听 但是突然 就是这个文字 就变成我的生命的经历的一部分 对 所以你讲的原浅完全就是 在我当时在唱这个歌的时候 我也不能体会 但是李忠胜 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 对 他当时选这个歌 他就是觉得 有一个深意在 我不晓得 可能大师的眼光与众不同吧 你说的深意是 是深意 他就是有一个 深深的深意 深的一个意义在里面 他感觉得出来 所以我就说 大师的感觉 语动不同 语众不同 我们是凡人 所以那时候凡人小妹了 年纪又轻 我去诠释这样的歌 好难唱 所以你必须要 你就在原浅里面 听到我 把小雨来的珍珠 这种非常奔放的唱法 收回来了 唱一个非常非常 收敛式的唱法 对 好 所以你看 这个阶段的两首歌曲 其实都是和李宗胜的合作 可是郑姐的这个唱腔 真的就是不一样 很不一样 对 好 马上听到这首歌曲 我特别推荐的 真的好喜欢这首歌 就是原浅 来到了 Hey Miss DJ节目的第二个小时 我就是Miss DJ Elsa 继续和郑姐郑鱼来聊 他即将在11月16号 即将要举行的演唱会 记得想飞 这个阶段 当然我想要从想飞 这首歌曲开始 然后这个阶段的歌曲 其实我的人生阶段也转变了 前面的那种少女时代结束了 所以这个时候 差不多是毕业了 已经毕业 25岁的时候 OK 所以就是我前面的一个唱片公司 他们的作风 跟他们的音乐的形态 对 不一样 然后到了这个时代的时候 就变 我进入了可登唱片 可登 之前是新格 是不是 之前是拍谱 拍谱 就是我说杨家跟李宗生的时代 然后新格的时候呢 就是陈富明 曹俊宏 是 其实我是离开了拍谱唱片之后 我一直希望能够 在我的音乐世界上面 能够更丰富 我觉得 我的声音是好的 但是 我不是很会唱歌 要怎么讲呢 就是说 我觉得我的技巧不够好 我要怎么样 在一首歌曲里面 很深刻的一首歌 我要怎么样去进入那个歌曲 然后让自己感动 让歌迷感动 这个部分 我觉得我做得不好 所以我那时候会去 找曹俊宏老师 就是我觉得 曹老师当时制作 黄音音的专辑 有好几张 非常感人 就是你听到 那个时候天使之恋出来了吗 那几张专辑 好像是在那个时代 还有 一下子 反正就黄音音 在他的中期有一段时间 他的专辑就是 你听他 你就可以被他 整个吸引进去 整个勾进去 那样子 然后我听曹老师讲说 他在录音室里面 也是唱到哭的 所以我在想说 要怎么样在录音室里面 把一首歌曲唱到哭 我很希望有人 可以教会我这件事情 于是我就去找曹老师 然后我觉得确实 他打开了 我在歌唱历程上面的 一个崭新的一页 所以从想非时代 大家都可以听到 正宜的声音 好像跟以前 少女时代不太一样了 声音当然辨识度还是一样 可是就是那种 对于音乐 对于感情的掌控 好像慢慢比以前 越做越好 好 难怪就这一首歌曲的时候 那个声音 其实真的有插上翅膀的感觉 对不对 然后其实他有一些 不同的一些 一个声音的 情绪的一个诠释在里面 对大家觉得说 我的声音是高亢 是嘹亮 可是想非这首歌 我当时在录音的时候 我真的也不太会唱 我们前面讲到 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我那个时候 就是不食人间烟火 所以我也不知道 苦苦的这一杯酒 应该怎么去喝它 所以当时我被他们灌酒 录音室 录音室被制作人灌酒 那到了想非的时代的时候 我又唱不出来 那种很奔放的感觉 我又唱不出来 为什么呢 不懂 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是 已经在天上做天使的梁洪志 梁洪志老师 他的作品 所以他到录音室来 他带我进入了那个 想非的感觉 怎么样带你 飙车吗 不是 就是我觉得制作人 常常需要去给我们很多想象的空间 讲故事 故事或者是画面 或者是什么样的想象力 再一个你没有经历过 其实想非这个歌 我现在回头去想 其实并不困难 但是为什么那时候我掌握不到呢 我是觉得在 以当歌手来讲 要唱歌唱的这么奔放 这么自由 并不容易 因为我们早期在录音的时候 我觉得反而有绑手绑脚的感觉 所以想非这个是他们教会我 怎么样让自己的声音飞出去 真的是飞出去的声音 因为你的声音的音质上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你可能还不会那个技巧 是是是 哦好 真的有这么多的故事在里面 有的 马上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正宜的想非 继续和郑姐来聊 好 即将要在11月16号上场的演唱会 然后在演唱会当中 会有很多的经典歌曲 刚才就是碰到了祖哥 然后祖哥他就说 祖哥他就说 对 祖哥他就说 我们郑姐 我们郑银姐姐 可能是制霸80年代的 所谓的制霸80年代歌坛啊 其实还有一个指标 就是说 其实他的歌曲是被用在广告里面的 哦广告 所以会连结起来 所以会让你就是 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我们之前已经听到了结束 大家可能知道 其实心情对我来讲 也是就是一个 你知道这头发很飘扬 对 的一个印象 对 心情呢是 他的创作人是卢昌明 卢昌明导演呢 是一个奇才 因为他是一个视觉的导演 他当时拍的非常有名的 很多的广告 然后他心情这首歌 是他自己创作的 所以他除了视觉之外 在音乐上面的 他的创作能力也非常的强 所以他有一个概念出现 就是他想要 这首心情这样的一首歌 他写出来 然后他的广告的画面就出现了 是什么样的画面 然后就跟我们的曹俊宏老师 跟陈富弥老师就一拍即合 于是我们还产生了埃及之旅 为了心情这样专辑 对 所以当时他的整个设计 是一体成型的 音乐画面 然后那种 就是所有的故事 东西都是一体成型的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 他所有东西都是非常合理的 所以是郑姐第一次去埃及吗 也是唯一的一次 埃及真的不太容易常常去 所以这首歌曲 会让你想到了非常非常多的 对对对 其实每一首歌 你都有很多的画面 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 眼前出现的画面不一样 这首歌都在你的人生当中 有很多的 就他可能占了一个 很重要的分量 然后你当时在做什么事情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那如果是我现在来想 我听到心情这首歌 我就想到我当时在埃及 对不对 然后不敢骑骆驼 因为骆驼吓到我 所以本来有要要求你要骑骆驼 对 然后我说我不要 我不要 骆驼吓到我 就后来是马玉芬去骑了 OK好 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 我觉得我很喜欢 卢昌明导演的作品 他很棒 真的很棒 非常非常棒 OK好 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 来自于正宜的心情 接下来听到 郑姐正宜 在今年所发表的 全新的单曲 《记得》 当然也是要呼应 在11月16号的时候 即将要举行的 《记得想飞》这场的演唱会 可能要请郑姐来介绍一下 这首歌曲 然后这首歌曲里面的 创作 它的一些文字 或者是一个合作的人员 当时就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契机 有这首歌曲的产生 其实我是去年 回到台湾来的 很多人问我说 那你移民这么久 你为什么要回来 说真的 我当时也没有想到 我会回来 我觉得我可能不会回来 可是去年就突然 我觉得在2、3月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 有一个很强烈的动机 我觉得我好想回家 回来吃东西 是这样子吗 吃东西这些年 都常常回来 所以是什么契机 就是我觉得 我突然觉得 我好想回家 很想家的感觉 那什么叫做家呢 通常我们就会讲说 你的家人在哪里 他就是家 或者是说 你的朋友 你的生活 让你觉得 回忆最多的地方 他就是家 所以我那时候 就是一心想回台湾 所以当我在去年 大概6月的时候 回到台湾的时候呢 我就在跟我的朋友们 讨论就是说 如果我要唱一首歌 它应该会是 一个什么样的歌 你是 现在台湾的流行 已经跟我们当时 在出唱片的时候 很不一样了 我出的最后一首 我自己的创作专辑 是在1991年的天堂 所以距离现在 是28年的时间 28年台湾的歌坛 变化非常非常的快 网路的兴起 很多的状态都改变了 大家的喜好也不一样 那我觉得要唱一个 什么样的歌 是给我的歌迷听 然后对于年轻的朋友 他也可以接受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歌里面 讲了很多人的画面 跟故事 它会呈现在 不一样的人身上 你只要有一些 人生的历练 你就会听到 自己的故事在里面 我那时候心里想 应该是这样的 一个方向 然后在今年我们准备 筹备这首歌曲的时候呢 我就自己写了一些东西 但是我写的东西 比较白话 因为我们做节目 做久了 都是口语的东西 没有办法变成诗词 你知道吗 是 然后就写出来 这个东西之后呢 就给我的好朋友 然后他花了 一晚上的时间 把它全部改编 改写了一份 然后这个朋友 跟我认识也是 应该将近 应该是三十年左右的 好朋友 就是大家非常非常 亲眼像家人一样 然后接着这个 雏形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 请一位 专业作词 陈鸿雨 把它完成变成歌词 那陈鸿雨有非常多 很精彩的作品 然后呢 那曲在哪里呢 是 对 这个时候 所以这首歌曲是先有词 先有词出来 然后曲在哪里呢 正好呢 这个一位老朋友 跳出来了 他就是李正凡 是 李正凡以前还曾经 是我的邻居哦 真的 OK 对对对 我有次跟他讲说 我老公说有一次 你拎了两瓶红酒 到我们家来 他说真的有这件事情 我都忘了 想不起来 我应该拎的是 一打才对 怎么会是两瓶呢 他说对 我以前有喝酒 好像是借酒 好 不管不管 然后李正凡呢 就跟他的夫人 李正凡他的太太 两个人一起合作了 这首歌的曲子 然后我就觉得说 真的有一些音乐 有一些感动 你像有点岁月的人才动 那如果说今天是一个 二十岁的新人 我觉得他可能写不出 我想要的心境 是 maybe 然后所以我觉得李正凡 就正好遇到了 很适合我们的这个路线嘛 然后所以我觉得 有很多的事情 好像都是冥冥中安排 是 对我也没有想到说 我的邻居 事隔这么多年 居然我们会合作 对 对 然后就很多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那记得 其实里面讲了很多的内容 就是你到底 人生的什么事情 应该是要记得 你一定会觉得说 我要记得开心的事情啊 我这个感动的事情 每个人在FB里面拍照 留下来都是笑嘻嘻的画面 对 可是你还是有很多伤感 是 或是悲痛的时候 你要不要记得 其实应该是要记得的 因为只有这些事情的发生 才让我们长大 才让我们很勇敢的 去面对我们的人生 但是我们现在 虽然到了某一个阶段 我还是会害怕 你也会害怕 我也会害怕 全世界的人都会害怕 但是我们不要怕 我们要相信 因为我们彼此互相陪伴 我觉得这个歌里面 是在传递一个这样的意义 难怪 难怪这首歌曲 真的很像是一个 就是你知道 就是1991年 开始酿的一个酒 然后2019年 你把它打开来喝了 不知道 那个时候 还真的没有这瓶酒了 好 马上听到这首歌曲 来自于正宜的 记得 记得我们原来的模样 记得走坏的跌跌撞撞 记得陪你流泪的那一天 记得让我们学会长大 来到今天的 Hey Miss DJ节目 访问的最后一个阶段了 继续来和郑姐来聊 它即将要在11月16号 即将要举行的 记得想飞演唱会 刚才也回顾了 好多首的歌曲 经典歌曲 但是其实真的 有很多我自己的 私放歌 就是私放不完 放不完 对 什么野火啊 敲通我的心啊 当然就是像是 去把我的爱 我们也没有放 就是放不完 但是这首歌曲呢 真的只要听 这首歌曲就是 刚才郑姐有讲到了 就是1991年的时候 就是算是 出完了这样专辑了以后 可能就是 后来就没有 后来就没有 个人的专辑了 就没有个人 我有演唱一些 就是大师的作品 是 但是不是个人的 创作专辑 那其实天堂 这个歌跟记得 有非常类似的地方 天堂当时是 碰到我人生的一个 也是一个很重大的阶段 就是我结婚 然后我等于是 对我的歌迷占别 就是说 我觉得现在 我已经找到我的天堂了 我可能会去过一个 不一样的日子 不一样的人生的日子 我要跟我的歌迷 暂别 可是记得是 经过这些 我回来了 我回来的时候 我们要记得 很多的好的事情 微笑的事情 还有那些跌跌撞撞 所以我觉得 它好像是一个 互相呼应的歌 就像你讲的 然后我在我的歌坛的 历程里面 其实我唱过很多 很多好的大师的作品 我非常感谢 这些大师 很放心的 让他们的 把他们的歌给我唱 可是呢 我都一直唱的是 别人创作的心情 只有天堂 跟记得两首歌 是我真实的 心情写照 对 所以我觉得 那个在唱起来的感觉 和感动度上面 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一首歌曲 一定也是在 11月16号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在 演唱会当中 听到的歌曲 对 这次选歌非常痛苦 挣扎 就像你讲要播歌的道理 真的 因为播歌 我写完歌 但我想说 可不可以做两集 好不好 我可不可以塞一首歌进去 对 我塞一首 塞两首 塞三首 渐渐的三个小时 歌单就编完了 所以我觉得 人生一定也是 有所遗憾的 所以我没有办法 在一场演唱会里面 把所有的歌都塞进去 所以一定 有一些歌迷会失望了 但是我一定会 去寻找 就是在找这些歌的时候 是找所有的歌迷来讲 最熟悉的歌 因为我觉得演唱会 歌迷最想听到的歌 就是 就是最适合的歌 就是歌迷真的想听到的歌 所以我希望能够 在整场演唱会中 带给大家 是从头到尾 满满的回忆 满满的记得 对 然后11月16号 是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这个会场也蛮大的 是 这个舞台 其实它正好是位于中间 像小巨蛋 我是觉得舞台太大 而且整个的音场 整个环境上面 有很多要爬 那个很高的阶梯 我觉得我的歌迷 可能爬上去 有点心脏难以承受 所以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是恰好 坐起来又很舒服 然后是一个 很好欣赏音乐 还有可以看到很多视觉的呈现 一个很好的场地 那演唱会我们要顾虑到很多的关键因素 它不是一个 就说不是像去年Lexy 是一个面对面的一个很近距离的演唱 那我们希望能够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的时候 能够呈现出来是有视觉的 听觉的 然后大家可以觉得整个晚上是非常享受的一种感受 所以届时因为讲到了演唱会 大家就会想说 那会有特别嘉宾的 特别嘉宾就是特别啊 就是叫特别 特别啊 所以特别就是不能特别想 所以会有特别嘉宾 会一定会有 会有惊喜 一定会有 会出现在哪一首歌曲 什么样的一个形式来呈现 真的就是要当晚的惊喜了 不过我觉得我们希望能够呈现出来的演唱会 就是特别来宾 并不是来好像surprise大家 一定是跟我有相关的 是 对 或者是有的演唱会里面的特别嘉宾 是让歌手去换衣服 我们的目的也不是这样 因为我相信我穿什么衣服 对于观众来讲没有太大的差别 我们真的就是来引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记忆当中 一起酝酿的这一杯酒 到底这三十年的岁月的时候 到底酝酿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滋味了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这些歌好像也很少有人唱 因为真的不好唱 我们真的 我们真的只能够在KTV里面献丑而已 就是说 唱到面孔耳赤 有没有这么严重 对 抱青筋啊 对 所以我想对于歌迷朋友来讲 也是很多很多年没有听到 是是是 翻箱倒柜拿出来那个 可能灰尘都积了一层 所以我想说是整个晚上 希望给大家一个非常舒服的 很美好的回忆 哇太好了 所以期待咯 就是11月16号TICC 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郑宜终于举行了这个 大型的这个 记得想飞的演唱会 好 今天非常谢谢郑姐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 谢谢 对 好 然后非常的期待 就是当晚就是跟郑姐 可以在TICC用音乐来相遇 是是是 我们来挤爆TICC 没错 没错 加油 好了 OK 好 今天非常谢谢郑姐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谢谢 拜拜 拜拜